你一定想不到 这就在家做的菜 下面开炼 开水杯菜 去杯菜水改倒 杯菜的枕 加水 好嘞 下入轴子 大骨头 下毛下水 开水杯菜 手前 要有大骨 轴子 掉了这根糖 出来这个糖 请请下去才能叫 开水杯菜 开水杯菜 一定要弄两个馅 一个一个肉馅 一个几坡肉 这样的话 才能把抢 清糖弄出来 如果假天要这样做呢 就干这种方法做 就能做出 整个的卡水杯菜 几坡肉也做成馅 好 再把毛毛的这个盘 大骨头在下这边 下抢水里边 掉这个糖 一定要掉两个小时 到三个小时之间 这样掉水的糖 做卡水杯菜 不会最好 这瘦肉打成 加水 去那时候过瘦火 拌一下 搅拌均匀 几颗肉加水 像掉清糖 那就是我们这种 粘粘的猪食 能不能做了 只要粘粘的猪食 都不大做了 好了 两个小时到了 糖出来了 干嘛 煮入馅 直接倒里边去 然后烧开 干嘛 这肉馅捞出来 好 倒入几颗肉 这个糖已经黑 清潮透底了 看吧 把几肉捞出来 这个糖就算 清淀一下 卡水杯菜 这个清淀就算好了 把糖定出来 杯菜好了 烟 毕竟 毕竟 这道卡水杯菜 已经好了 快乐生活比一天 每次每刻 在这边 在这边